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我们这一小时邀请到的是现在在推展蔬食 然后也有关于蔬食的新评件的指南 邀请到的是田丁丰 丰哥 丰哥好 丰哥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个丰哥他其实这几年写的著作都非常畅销 然后尤其是上次的那一本《丰书十一》 那现在又有《丰书十二》 这个可以说是蔬食餐厅的一些工具书 然后也是绿指南 绿色饮食指南 那今天还有另外一位朋友呢 是美食专家林陈彦 陈彦好 哈喽 书伟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陈彦 所以《丰书十二》这本书呢 是丰哥跟陈彦一起合作的 对 我们一起合作 你上次是自己出的那一本 上一次呢 我有跟另外一个作者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我们自己 我自己比较主观的一个评鉴 然后跟几个朋友 那这一次呢 陈彦就扮演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把所有的餐厅一起去吃完之外 我们还找了三十八个专家一起去做评鉴 三十八个专家 对 这也算是一个米其林级的秘密课了 对对对 哦 好 那陈彦是因为你的经历 我们看了一下你自己是婚食者啦 但是因为你自己是餐饮大学的啊 对 我是高雄餐旅大学 你是高雄餐旅的哦 可是你不是记者吗 我后来就是在高雄餐旅念了研究所之后 然后我当然从事过几年烹饪的工作 后来就觉得写字蛮有趣的 我就去当了美食记者 我当了四年 哦 又会做菜 对 又爱吃 对 然后又是美食记者 爱吃真的是重点 所以风哥找你合作是因为你真的很会吃 哈哈哈哈 他真的蛮懂吃的 我们每一次去做评鉴 一吃的时候 他就会告诉我说这个里面有哪些调料 他一吃他就吃得出来 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去讨论 所以我们在评鉴过程中 其实常常会会有点争吵 有一些讨论的过程嘛 对 花非常多 但是这个是很好的活化 就是因为我吃素吃了二十多年嘛 那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吃素的人就觉得这个已经很好吃了 可是这本书的目的其实要给吃婚的人看 那也就是说吃婚的人他偶尔他想要去吃素时他有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他的口感就变很重要 所以这本书呢我们的著作核心是要好吃跟吃好 那怎么样好吃呢 要以婚食者的口感来做一个评鉴嘛 所以这会变很重要 所以陈彦的那个意见在这一次的评鉴里面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哦 原来是这样子才找到陈彦来合作 那因为又能够做菜 自己又是餐女学校的 然后自己又是美食记者 同时呢对于这个食物应该也是蛮挑剔的啦 我觉得我蛮急车的 在这一次的风书十二的评鉴过程中 我是一个蛮讨人厌的角色 但是风哥需要这样的角色 对 非常需要 因为他嘴巴很刁 所以呢 比如说我们在吃的这个口感口味上面呢 我常常会提出我的看法 所以他会觉得说 那你这家跟这一家 你两个的评鉴出来的都一样的啊 这样是不对的 哦 这样很好啊 有这个彼此的火花观点的交流 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客观的分享给大家 很多的蔬食餐厅 没错 而且我们那个38个的评审 也大部分三分之二都是婚食者 哦 对 没错 哦 所以真的有差 因为这个风哥自己如素已经二十多年了嘛 那像我们婚食者吃肉 只是说大家吃婚的比例有多高啦 如果说找菜视频去的话 吃婚的比例就很高 对对对对 他可能这个吃东西的这个考量也不一样 那这本书其实风书十二里面的餐厅介绍 还有最后也是教大家怎么样 在家里可以自己做一点这个蔬食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然后里面我看到你们有好几家是上次已经入选过的店了 对 有八家 二次二次再入选 那这八家呢 也就是我们在这次评选的过程中呢 我们还会再去 我们再去上一次的几个店之后 那发现了这八家难以被超越 所以他在这一次他又进来了 哦 那你们评见的这个条件会有哪一些 口味一定是第一嘛 口味我们占了百分之四十 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是三十是创新 创新这一次在这次比比例蛮重的 因为就我们刚刚在讲的 如何让婚食者进去之后 他在吃的感觉他不觉得他在吃素 那所以在这一次的这个比重里面 创新就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 那再来还有什么部分 服务 像是刚刚风哥说的这些 之后我们还会看他一个整体餐厅的氛围啊 提供的服务 那我想回应一下刚刚苏惟说的 那我们这一次其实有做一个小小 比较严格的改变 我们这次所有的餐厅 它其实都不是婚素共食的餐厅 它一定是纯蔬食的餐厅 在风蔬食一可能还会有一些 婚素共食的状况 然后到风蔬食二的这一本书里面 我们全部就是纯蔬蔬食的餐厅 它可能是淡奶素 可能是全素 可能是五行素 但你是在这些餐厅里面 找不到除了蛋跟牛奶 还有蜂蜜之外的动物性食材 那这样子寻找会不会有困难度啊 门槛变高 其实门槛变高 然后呢我们第一次 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 我有创一个社团 对对对对 我有加入啊 你有在里面吗 我有在里面 资讯很丰富 对对对 那就是请大家可以去提供一些资讯出来 就是请全台湾的听众 可以提供一个 你去过好吃的蔬食 然后就在那个FBT的 那个蔬食评鉴社团上面 那我们就会根据他们的评鉴 那我们就会去 然后再来第二个呢 也有一些网红的 网红的推荐的名单 对对 所以这一次的取样的餐厅还蛮多的 因为现在如果讲到蔬食餐厅的选择 其实大家应该都会去参考 封蔬食 然后或者是这个新评鉴指南 他已经变成一个 好像想要吃蔬食的人的一个 一个指标 就像米其林餐厅一样这种感觉 那我发现你们里面 有这个一星二星三星跟推荐 你们大概标准是什么 这个我来说一下好了 其实刚刚风哥讲到一个蛮关键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吃的当下 就觉得这间餐厅时的料理是好吃的 然后他如果整体的东西都还OK 我们就觉得说他可以达到一个推荐的水平 然后如果要进入到新级呢 他就必须具备创意 然后还有一些新的 我们认为是那个菜是有火花的 或者是他在这个部分里面 他有特别的讲究的 这可能就是在一二星里面 他如果表现得更卓越 我们可以给到二星 那是一道菜有火花就可以 还是说他一定要平均 都让你们觉得蛮惊艳的 才可以到二颗星 没错 我觉得如果他要 他如果只有一道菜好吃 其他菜不OK 他真的最多可能就只有推荐而已 真的蛮严格的耶 你们好刁钻哦 我们去每一个餐厅 我们都在每一项里面各选出一个菜出来 没错没错 对连甜点都在里面 对对对 就是你们就会评比 然后他的整体的菜色的感觉 然后会会就是因为个人可能口感也是不一样 然后就会就会取出最多数的那个量值 来看看他是属于己心 或者只能拿到推荐 对而且我们常在里面还会跟其他的评审 会有一些不同的讨论 意见的讨论 你记得我们在台北有一家 像野菜露露 我们不是去了一家 对对对 那一次还有另外一个 龙来共对 对一个Podcast专门吃蔬食的 那大家就完全意见都不一样 开始要彼此去说服 就有点像 这很像是金钟奖的评审一样 金钟奖的评审 就很像 你要说服我 就很像我在评审一样 那如果你在吃的时候你要说服他 那他可以再吃一次吗 他就会再来试试看 或者是说你说服他或他说服你 那你们都是秘密课的方式 我们都秘密课的方式 所以店家也不太知道说你们是要来干嘛的 虽然上一次有几个店家 他会知道我是谁 但他不知道我要去干 他觉得我就是去吃饭 就是来吃东西 所以就还好 所以等于就是 突然的 你也不告诉他了 然后去 就是要他平常的水准 没错 所以我们做这个评件 要花很多钱 原因在这里 真的耶 我们每一本书的评件要花到150万 所以很多人以为说 那你出书有版税 所以风哥也是真的是一个 推展蔬食的一个推手 你就想要把这样的理念分享给大家 所以你不可能从出书这件事情去赚钱 我只是希望能够帮助蔬食这个产业能够更好 然后让更多人愿意去尝试蔬食饮食 因为我看陈彦在前面也做了一些研究 然后让我每次要说 蔬食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个发展怎么样 然后我看到你写了说 其实印度是一个蔬食发展很蓬勃的地方 对印度其实是跟他的宗教 还有他的总性制度有一点点关系 所以印度其实是一个蛮特殊的 我们这一次在里面就有介绍一些印度菜 我又把它标示起来 我想去吃吃看 那当然印度的素可能跟我们理解的素 有点点不太一样 因为印度人可能 他们还是难免在油脂的部分 不是这么讲究 他们可能会用牛油 所以在我们的定义来说 印度菜它虽然是一个蔬食大国 但它还是有一点点跟台湾人吃素的习惯不一样 但这次的那个印度餐厅就完全没问题 而且平印度这个印度餐厅我觉得它比较特别的是什么 它比较特别是我们吃很多的印度餐厅 它会为了台湾人去改的啊 改成我们喜欢的口味 但是平印度很坚持 他很坚持来用印度那种口味 他就说一开始他就说 这个口味比较重哦 你们可以哦 我说OK没有问题啊 就说因为我们希望 遵从原来印度的味道 我们不想去做调整 是 但是那个你才会真正吃到印度菜的精神 是是是是 很了不起啊 那家店 而且里面这个风书十二 我觉得就是 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 可能都可以找到 例如说像这个光阳哥 他就他就是来自于马修 他想吃南洋口味嘛 而且你们里面的选择 也有是南洋口味的餐厅 有有有有有有有 对就是你要吃什么样的口味 像印度 印度餐店有什么都有 参考风书十 你搞不好就会找到 呃吃蔬食的乐趣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当中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风哥 田定风 他现在大家都叫他 畅销作家 也可以说是 蔬食的推广者啦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风书十二 那风书十二 有另外一位作者是林辰宴啊 那两位都是在这一次风书十二当中哦 心平见指南哦 花了好多好多的时间哦 从北到南还到哎 你们有到花东去吗 有我们有去花东 那所以台东的餐厅在里面比例算蛮高的 但是花莲就会比较少 就是我们自己也很出乎意料就是 花莲好像可以去开一个好的蔬食餐 哎呦 找到那个 可以开创的商机了 因为我们本来想说 哎花莲应该很多 因为佛教的关系嘛 所以应该在花莲应该会很多 对啊那边不是有很多那个寺庙 没有因为它其实都是传统树 那传统树通常会比较被我们排斥到外面 就是说 除非它有很特别的亮点 否则我们就比较不会进到传统树的自助餐 这种餐厅里面去了 那花莲比较多像这种的 那我们会去挑一些真正好吃 然后又有创新的店 那通常的话就会 这种几率就比较低 那到了花莲 我们其实也花了蛮多时间在寻找 那也找了很多人做推荐 但还蛮可惜的 花莲的确是少很多 那这样全台走透透之后 发现哪一个县市 其实蔬食餐厅还不少的 台中吧 我很喜欢台中 对我也很喜欢台中 对台中我们很惊讶 这一次突然好多好多的蔬食餐厅 而且都非常厉害 台中跟南投 南投也是哦 南投很厉害 南投我们就一个小镇而已 叫菩利 那个菩利一堆的蔬食餐厅 而且都各有特色 所以他这一次一个菩利就进来三家了 这么厉害 我觉得中部人好像都会吃很严格 对 也蛮讲究的 对很讲究 我有这种感觉 他也是一种生活品味的象征 对对对 所以如果总体来说 台湾算是一个对蔬食蛮友善的地方吗 其实是台湾对蔬食者是非常的方便 因为我吃二十几年 那我们从以前 我到其他国家去 我很痛苦 我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至少在台湾呢 你还可以随便一个小店吃到什么红烧面 水饺 可是在其他国家真的很难 尤其是日本 没想到 我觉得宗教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其他素食比较蓬勃的国家 可能像是印度或者是中南半岛那边的佛教的盛行率是相当高的 对 日本当然也有佛教的盛行率 但日本的佛教并没有强制严格要他们辱素 然后加上日本在过去一百年西化的程度是非常领先亚洲的 所以他们的那个荤食的那个结构是比较难突破的 所以他们比较没有这种说如素的观念 但是这几年因为健康跟流行的关系 对对对 日本又好一点 其实因为这几年大家又在讲那个减碳 对对对 然后这个希望大家爱地球 环保 或者是慢食 慢食 对这些概念 这些概念其实也都渐渐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习惯 那其实有很多好莱坞大明星他们也都如素 对啊 像里奥纳多 对啊 他们都如素 而且他们才创造了植物肉这种公司 是是是 而且植物肉他现在真的已经是在全球影响非常的大了 那有一个报告说2025年吧 2025年 他说全球大概60%原来的肉食市场会被植物肉取代 哇 可能会变成一个趋势 会变成一个趋势 因为因为他对地球的那个影响真的蛮大的 尤其是畜牧业 那畜牧业对环境的那个影响 大概有25%的破坏力 然后我们的温度上升这件事情又不知只有二氧化 谈第二名其实就是来自于畜牧业的那个排放 甲烷 对 所以我们地球在过去上升的温度有0.25度 其实是甲烷贡献的 所以就是吃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跟这个地球这个暖化也是息息相关 所以如果可以从生活当中慢慢慢慢的把蔬食加入 这个其实对地球也是一种爱护的一种一种作用 那可以从一个礼拜吃一次蔬食 然后到一个礼拜两天三天 然后变成每天 我觉得其实就是要好吃啦 就一定要好吃 你不要让大家进去吃然后就眉头皱起来很勉强的去吃 那他就不愿意再持续下去嘛 那因为陈彦是婚食者嘛 然后他也是美食爱好者 没错 那你吃了这么多家蔬食餐厅你的感觉是什么 我非常惊喜耶 说实在的 这个是完全打破我的刻板印象 我对蔬食本来有很强烈的抗拒 误会 误会 对对对 他以前不跟我吃饭 对我很讨厌 我真的认为台湾是对蔬食最友善的地方之一 可能是第一名 因为他真的选择太多了 然后我这次也发现原来这么多人 投入在蔬食的婚姻领域是这么的用心 他们很愿意去做各种创意的展现 很愿意去把各种菜系融入在蔬食 那所以蔬食他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一个范围 他什么菜在台湾他都有蔬食化的可能 什么菜系都有可能蔬食化 对他已经不是单独说一个蔬食料理 我们可以吃到蔬食的日本料理 吃到蔬食的印度料理 吃到蔬食的韩国料理 我们在台湾都有这么多可能性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 蛮厉害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你们整本书 《风蔬食2》里面 真的各种菜系口味都吃得到 但问题是他是蔬食 对对对对对 可是就是你让吃婚的人他感觉他没有在吃蔬食 就是好吃 对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就是 常常我会带朋友去吃饭 没错 就是不要跟他讲说我要带你去素食餐厅 像比如说以前我带客群 吴客群去吃饭 他非常排斥吃素食 对后来我就发现一招就是我不要跟你讲 那我就带你去吃 吃完了之后 好吃的餐厅 我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说很好吃啊 我说他是素的 对 他慢慢就去改变 他原来说素食原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对那这个就是《风蔬食2》想要去推动的一个理念 是我觉得真的是里面餐厅 资讯非常的丰富 那因为又是经过了这么多的这个会吃爱吃 然后又会做菜的这些评审老师 他们去做这个评鉴 那相信这个应该尝到之后是觉得 非常值得的几率是非常的高 好那如果说从这个旧的 你们这再次入选的八家当中 还是不得不讲那高雄那一家 哦是 因为我高雄那一家我左开右开 这一家真的好厉害哦 吴郎食食嘛 再讲一下那个到底厉害在哪里 因为那个陈彦你应该是 我是第一次吃哦 也是风哥带你去吃的 对对对对 那你什么感觉 吴郎食食非常了不起啊 日本料理 他其实是一间日本料理店 而且他的focus是在握寿司 那握寿司我们都知道他的主要成分 他其实就是饭跟海鲜 对啊 饭没有问题那饭是蔬食 那海鲜怎么用蔬食的料理呈现呢 他是用各种伪装是不是 哎对你讲了一个很棒的关键字 数位讲大概的关键字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无狼食食的老板非常的调皮 也大胆也具创创创创造力 所以他用了非常多蔬食的东西去化身为荤食的 例如他用了茄子去伪装成普少曼 他用了杏鲍菇去伪装成干贝 对然后用了非常多蔬食的蔬菜类的东西 好像还有一个鲍鱼吧 他是用红椒做的 哦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出色而且具独特性的餐厅 那我们之所以后来他们这一次他再继续维持三星 是因为我们发现台湾找不到第二家了 几乎没有第二家是像他这样的舒适 我觉得他很用心在他的技术上 然后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鲍鱼这个东西 通常我们都会用什么蒟蒻嘛 还是最简单的我们就把它切一切就好了 可是他可以用红椒 那就把它伪装成像吃起来有鲍鱼的口感 但是搭配起来又非常的好去 非常好吃 而且那个弓其实都非常的细 就是说比如说他里面有一个干贝 那个弓就是要花了一天多的时间去浸泡海水嘛 对不对 他用什么假装干贝 他用杏鲍菇把它切出干贝的鸡鱼之后 泡在海带水里面 然后每天去换那个海带水就像养一个 很費工的 对其实是费工的 哇这个五郎十时在高雄的左翼 大家有机会可以吃 因为他这个又三星他去年也是三星啊 去年也是三星 太厉害了 好那再次入选的八家餐厅他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推荐的 我这一次想要推荐一家他上一次没有但这次有的餐厅叫做炒炒是一个热炒店 对我也看到小厨是热炒店也可以做蔬食 对对对对对对那 他称如苏维说的热炒他其实有很多荤食的元素在 对对那这间炒炒很出色他就算没有这个元素他也是呈现了台式热炒那种很欢欣鼓舞啦然后口味很重 你想你可以在那边多喝两杯酒的那种很棒的气氛 好那我也推荐炒而且炒炒ающ一个很厉害的 在哪里炒炒店 他在大安区而已吧 丁好那一边 对对对对对对 你一样可以喝酒啊他酒有酒精又无酒精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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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而且他整个氛围也是非常的嗨耶对对对对对对 他那个炒字好大对对对对对对对 炒炒酬食热炒最出色的地方是在于他可以做全素哦 還可以去沖蒜 所以你其實可以跟所有人去 你可能是嚴格的素食者 或者是不太嚴格的素食者 或者你是昏食者 你在炒炒都可以找到 你最喜歡的熱炒料理 但是因為素食能夠用的 如果它要熱炒的話 因為熱炒通常就是熱油嘛 那它通常 例如像宮寶雞丁它要怎麼弄 我記得它的宮寶雞丁 應該是用菇類去做的 你當然還是可以吃出口感的差異 但是它掌握了熱炒 應該有的火候 我覺得光這個 真的很厲害耶 因為爆香是熱炒 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沒錯 它是一個精髓 對 看起來實質大動 對 很推薦喔 草草 那豐哥有沒有要推薦 另外一家在你們這邊 潮州街 這裡有一家叫Uncle Cube 我覺得那一家也是讓我們很驚喜 因為那一家我們去做平間的時候 還有氣象博士一起去 然後他們也都是很忠實吃的人 他們一吃 我們光那個沙拉一端上來 每個人都 哇 好漂亮 第一個是好漂亮 是視覺上很漂亮 第二個當我們在吃進 那第一口沙拉的時候 你發現 哇 它好用心喔 那個沙拉上面有水梨 那個水梨是烤過的 對 然後葡萄柚也都是去烤過的 就有各種不同的水果 大家都有在做過一些處理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又跟你一般吃沙拉的那個口感 完全不同 那你之前店的菜很流行喔 對 因為很新潮 他做的很新潮 非常非常好 我看到了 這個Uncle Q在潮州街 那個黑人 陸籍我們台灣籍的籃球選手 對 那就是他開的 開這個呢 的想法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他在比賽的過程中 一度其實已經那個無法再往上提升 就是怎麼樣努力都不行 後來他轉變成蔬食之後 他的水準又往上跳一格 那這個是很多選手 都會用蔬食飲食來幫助自己 在運動上面的表現 哇 而且真的 他光看他的沙拉就超厲害的 紅酒無花果 烤水梨沙拉 名字很長 哇 焦糖葡萄柚 成味胡蘿蔔沙拉 哇 光看這個沙拉就覺得說 非常美味 就是色香味俱全 他把每一個配角都當作主角來做 而且他麵感覺很好吃 他的麵很好吃 他的麵是手工麵 他有一種麵條是寬的手工麵條 去做義大利麵的 然後他上面有那種松露 黑松露白醬 哇 超香的 所以你們這個給他兩顆心 他是真的做得非常好 那少一顆在哪裡 哈哈哈哈 這個話我來講好了 等一下再講 好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 今天現場邀請到的是知名作家田定峰 大家都知道他從事這個音樂啦 然後創作啦 文創他現在推廣書時 其實都非常的成功 還有他在這個Podcast耳朵的聽覺裡面 每次都跟他們講一本書 安眠書店 安眠書店也是很受歡迎的 好 那《風書十二》 另外一位作者是林辰彥 辰彥是美食作家記者 然後自己也是參旅學校畢業 所以這次非常適合當演科的評鑑老師 對 討厭的那個人 對 那剛提到那個Uncle Q啊 我覺得他真的色香味感覺就是很厲害 就是讓我看了之後 我覺得很想去嘗試 那他是二星嘛 少一顆星是 好 我要聊一下這件事情 我覺得Uncle Q 他其實有接近三星的水準 這是沒有問題的 但他為什麼會 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只給他兩顆星呢 那主要是因為Uncle Q 所琢磨的菜系是比較偏義大利菜 那義大利菜在這一次的 我們選擇很多 對 義大利菜其實是台灣的素食餐廳裡面 大眾 我覺得是比例相當偏高的 那我們也擔心說我們吃的義大利菜的餐廳不夠多 然後我們會有點猶豫說 我們如果 給他一點空間啦 對 我們希望我們再吃了更多義大利餐廳之後呢 我們再回過頭來審視他 那的確他的菜色很出色 他的用料很精緻 他的配料的每一個細節也都非常的 有點苛求的狀態 那我們會期待他在 在這樣的基礎下做更多的 可能不同菜系的融入 像這本書的有很多義大利餐廳 像高雄有一家叫做大口覺醒 他其實用了很多台式的調味料進來 這個就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有點創意 但是重點是創意 吃起來要很好吃 他又不能是太創意之後大家吃不下去 我覺得創新這件事情是我們這次一個很重要的主題 因為有太多的這樣的餐廳 那所以我們把這個標準就拉得很高 就是說假設你做出來就是一樣是漢堡義大利麵 你的不同點是什麼 如果你沒有你只有光只是好吃 可能就會很可惜 有點插鈴門一角的感覺 對就會插鈴門一角就沒進來了 因為台灣現在有米其林的評鑑嘛 其實後來我們從米其林評鑑當中發現 台灣的蔬食餐廳這麼多 其實他可以把更多蔬食餐廳納到他的評鑑名單裡 那搞不好他們可以就參考你們的封書十一二 那我們這樣就功德無量了真的 對不對對啊因為現在就是大家也會暗圖所記嘛 那如果你要想多吃一點蔬食的話 跟你的宗教無關然後跟你如果說你也是儒素的那就更多選擇啦 對對對 因為很多儒素的朋友他覺得說吃來吃去好像差不多 多那幾家 但是像我們這種婚食的就有更多選擇 其實是否這個地球環境的健康也是否自己的健康 那還有沒有什麼 因為這本書總共三星有幾間啊 三星我們這只有三間而已 這只是三間 加上剛才高雄的那一間 五郎 那另外兩間是 平印度跟祥和 那祥和祥和好了 祥和也是一個在路榜的店 而且這次又更好是因為他每一季都在更換菜單 他每一季都在研發新的菜式 哇 很像Fight dining的感覺 對沒錯 而且他每一次新出來的東西呢 你會發現哇 都有驚喜 比如說我們上一次去平靜吃到的那個四神湯 那個很厲害 他那個其實要用腰果去熬了大概八九個小時 用腰果 用腰果去熬 熬出那個湯的濃度跟香氣 那你喝那個四神湯 他絕對比你一般在外面吃的昏的四神湯還要好喝 對 那這個我就覺得難度很高 這個祥和算是川味嗎 他是川菜 川菜餐廳 這很出色 你也會很難理解說為什麼川菜可以做 因為川菜裡面的沖蒜也是蠻必要的優勢 那他沒有沖蒜嗎 他可以去沖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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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這個豆制品其實是推廣蔬食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 對 不管是舊的或是新的都很容易用到豆制品 然後他的辣也是夠味 夠味的 嗯 吃起來頗具川菜的水平 香氣也很濃 而且那個香氣通常呢我們都是在 你看在四川他如果做用動物吧動物本身去熬那個湯啊煮那個菜的時候是用那個動物的油的香氣 哇 可是他是樹的啊 他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就是他的技術啊 他他之所以會讓這一次三星我們兩個都覺得三星是可以不用質疑的地方是我的確認為川菜是中國菜系裡面比較難蔬食化的一個菜系 那而且川菜他的一句話叫做一菜一格百菜百味就是在說川菜他每道菜都有自己的味道 他雖然叫川菜可是他裡面有一百種味道所以這間餐廳他為了要符合一百種味道之外他還是被把蔬食的必備條件融進去 我我認為這個是有高高度技巧的啦 對對對 OK 有一些比較在地的餐廳我們也也蠻推的就是他會用在地的食材去做運用 比如說在南投的那個貓居 貓居食室 那個貓居是一個很小的小店 可是那個小店很有意思他是用他在地的茶葉我們都知道南投的茶 很厲害他的紅茶 那我們就去吃了一碗麵 那個麵端上來看上面就是他就是一個麵 然後上面幾個水果或幾個蔬菜看起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他端上來的那個茶湯他用茶湯再淋上去的時候 原來那個是茶湯那個就是紅茶他們在地的紅茶 然後那個麵是紅茶麵 然後他上面擺的蔬菜跟那些水果也都是他在地在種的蔬菜跟水果 所以你在吃那個紅茶麵的時候 哇 那個真的是一個驚喜 蠻療癒的 很療癒的 而且又很搭是不是 很搭 非常搭 你還可以淡淡淡淡的那個茶的香氣在那個麵裡面 非常棒 然後這本書出來的時候 老闆很好玩 有一天思訊我 他跟我說 鳳哥你知道嗎 今天那個有人包了一輛遊覽車 六七十人 他就說 兩輛遊覽車六七十人來我們店裡 他今天大概怎麼做十個人 對 所以他就跟他說 他說我們沒有辦法招接待你們 因為你們人太多了 他說沒關係可以飯桌 他說我們可以等 他說不是你們人太多 沒辦法桌 就看你的書去的 對 哇 所以會不會有一些店家 他本來那個座位就不是太多 他可能就是比較小小 那因為風書十二的報導之後 他會比較擴大影片 其實這個也是我們樂見的啦 我們真的很希望這些蔬食業者 能夠被更多人看見 我發現那個宜蘭也蠻多家的耶 對 宜蘭也蠻多的 宜蘭也蠻多蔬食餐廳 而且在上一次比較少 這一次突然很多 而且宜蘭的蔬食餐廳 會給人家一種更悠閒的感覺 我真的覺得還是蠻多都市人 想要去宜蘭放鬆一下的時候 他們的餐廳也迎合了這樣顯示的氣氛 然後也慢慢吃 我們宜蘭那一餐吃了快三個小時 對 有一家餐廳 有一家餐廳吃了 為什麼 他是一道一道上這樣子 他是一道一道很慢的上 然後擺盤很講究 擺盤非常的講究 然後每一個餐廳都可以吃很久 是喔 是那個明禎禪月嗎 明禎禪月 就是那一家 因為我一看就非常神仙的感覺 神仙每鑽飄飄欲仙 這個標是我下的 我就覺得說我在等一下去我要成仙 真的 因為他就是無菜單料理 對 無菜單料理 神仙他做的好細喔 我對這家店還有一個額外的感想 就是他們一定要花很多人去洗碗 因為他們的餐具太講究了 每一道每一道每一道就是這麼講究 他們有像書捲的盤子 哇 真的感覺很厲害耶 然後在上面插花放乾冰的盤子 就是一個人非常講究餐具的餐廳 而且超級划算 對 你有看到價格 我看到價格 對 Series也太高了吧 你們吃三個小時花不到一張 就是差不多一張一千塊 一個人差不多一張一張小朋友 對 一個人一個小朋友而已 天啊 這也太費工了 你們會去訪問那些大廚嗎 廚師 不行不行 因為你們是秘密客 對 我們不幹這件事 我們是等到頒獎典禮的時候 這些大廚來接受頒獎 對對對 他們在頂獎的時候 我們才認識的 哦 不然也很想知道耶 他這樣子工花那麼細 我們有時候的確會想要聊一下這個主廚的 對 因為你記者出身應該很好奇 我有時候真的很想問 但是我們就必須忍住那個慾望 對 這個也蠻驚艷的 名增殘願 那還有沒有什麼餐廳是 在這書當中 你也特別想跟大家分享 你覺得太特別的 很多 我覺得那個台中的那個新開的那家拉麵 你福屋 那家福屋拉麵我覺得蠻特別的 他那個老闆 他老闆是做 他是法式廚師 溫食的法式料理 那後來他交了一個女朋友 然後呢 吃素的是不是 對 他女朋友吃素 台灣嗎 台灣女生嗎 台灣女生 那他這個廚師也是台灣男生吃 他是學的是法式料理 但他那個時候在日本 那他在日本他就為了他這個女朋友 因為他最精通的是什麼 他在日本吃很多的拉麵 那他知道說日本的拉麵派系有二十幾種 那我們台灣知道的很少嘛 有什麼味噌啊 那幾種豚骨啊 那幾種拉麵 但是其實真正拉麵有二十幾種派系 所以他就去研究了這二十幾種派系 怎麼把它轉變成蔬食 那這個他做得非常非常的成功 所以他我那次去吃 他每個禮拜都有一種不一樣的特殊的拉麵 像我去吃的那一次就遇到了二郎拉麵 那你知道二郎拉麵是什麼嗎 其實我們都不知道對不對 二郎拉麵他端上來說 奇怪了那拉麵為什麼不是很多的湯 他的湯可能只有一半而已 然後上面撒滿了那個豆芽菜 然後很多的碎肉 那碎肉看起來有點像真的碎肉 看起來好像有點像我們台灣的乾麵 它有點單單麵的感覺 但是吃起來之後第一口才嚇一跳耶 真的就是像拉麵的口感 但是非常的濃郁 非常濃郁 然後那個香氣十足 對本來我在外面排隊的時候 我還想說為什麼那個 所以他需要排隊喔 他沒辦法 因為他是現在已經很厲害了 他排隊排滿久 他應該算是零店 而且他好像還有限量是不是 他是發號碼排只有五十萬而已 那我們上次去我們剛好拿到最後的號碼 然後所以進去進去了之後 在外面等等 說看一下吃為什麼吃那麼久 原來是這麼大一碗 所以你要吃很久 吃完之後很飽 但是你會覺得非常的滿足 哇 所以這個是福屋拉麵在台中市的東區 這個看起來就很厲害耶 而且都是素的 這個就是因為拉麵上面 總是還是會有一些荷的 他怎麼去替代對不對 拉麵很難的 太難了 而且他上面那塊豆皮 很像肉的那塊豆皮 他那個其實一般我們都用素肉 他其實用豆皮 我不知道他怎麼去把它烤 還是在煎鍋 還在怎麼處理到你吃起來 其實就像肉的口感 他不是用素肉 他是用豆皮 所以讓大家在滿足口腹之餘的時候 你會覺得非常滿足 是 好 那還有沒有什麼餐廳 我覺得很好可以特別推薦 很好可以啊 很好是在屏東恆春的一間在地的家庭式餐廳 我之所以說他是家庭式餐廳 真的就像我們進入一個民宅 那就是一個家庭式的廚房 然後幾個媽媽們就在裡面做菜給我們吃 那很好他其實還是主要是放在異國料理 那特別是義大利菜這個部分 那屏東這一間很好他用了非常多幾乎是全部都是來自於恆春半島的食材 他用了屏東的火龍果 用了屏東的洋蔥 各種的 那他之所以很舒適的部分是 他是我覺得這一次豐叔十二裡面最勇敢用香料的餐廳 用香料 對對對 我本身是學習餐烹飪的 我知道香料是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很容易因為一個香料的過度食用 然後造成這個菜的味道走偏了 然後香料的味道多數是蠻跋扈的 你會因為一口然後就被嗆到七分八素的 但很好很勇敢 他們在香料的使用上非常的具體 而且我覺得很直白 那有些菜你會覺得說這個香料味道是不是過重了 可是你會覺得說因為這個香料去烘托那個蔬食料理本身的氣味 所以我們會覺得很好很出色 一方面是他沒有沒守成規 然後他擁有在地化的食材 然後我真的要特別強調是他在香料的勇敢程度上 是這一次裡面我覺得最棒的 最棒的 很好是恆春的恆 很好 他這家店就是專門餐廳嗎 還是他有做民宿啊 沒有沒有他就是餐廳 他就是餐廳 那裡面你會很自在舒服 你就會覺得很像有點到了異國感 異國感還蠻濃的 因為你們裡面也有特別推薦那個梨曼水果沙拉 對 是很讓人驚豔的 薑黃飯 因為感覺好像那個料真的好多 對 而且他你們還推薦一個阿玉廢陀香料飯 對 這個是 那一道菜的肉桂味道 如果你喜歡肉桂的話你會愛吃這道菜 我本身是還好啦 如果肉桂捲的愛好者的話可能會很喜歡 對 哇這麼大膽用肉桂香料在裡面 不容易肉桂是難用的東西喔 所以去橫村也可以來吃吃看這一家 很好 對 那總而言之呢 你擁有一本豐書十二 那把豐書十一也帶上 你就可以 有很多的選擇 哪片天下無敵手 對 然後你就會發現說 哇原來蔬食這麼好吃 有這麼多的選擇 那如果說要去旅行的話 因為現在快要過年了嘛 那可能有家庭旅喔 你不管到什麼縣市帶著這個書 去嘗嘗看也不錯 是 就怕這些店因為 因為書這麼一寫 就都訂不到 可以事先打電話去預約 要打電話預約 好稍微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最有料最新奇最夠味的觀點 全都在書尾的POP最正點 歡迎回到POP最正點喔 今天聊到豐書十二這本書喔 讓大家 哇都覺得 死子大動 感覺胃口大開了 但是胃口大開吃蔬食又不會負擔太大 這真的蠻好的 對 你吃蔬食你會比葷食的熱量會低蠻多的 對 所以像我很多同學的身材都跟我不一樣 對啊 因為豐哥身材真的保持得太好 而且他近期又瘦了好幾公斤 又瘦了七公斤 這怎麼得了啊 那是因為我們在做這個豐食品件胖太多了 因為其實做那個美食品件真的也會有那個職業傷害 對 我就常在以前在想說 為什麼每次遇到那個美食家每一個都胖的 都那麼胖 你有很多人瘦的啦 沒有 美食家根本都是胖的 我是最近才發 對 職業傷害 原來是職業傷害 他們好辛苦喔 而且說實在你要吃這麼多餐 一天如果吃個六七餐 你有時候吃到會麻痺耶 會 絕對會 然後就會影響到那個評鑑 所以也要讓自己調整對不對 對 因為有一年我們就是跟蔡阿哥跟幾個朋友 我們就去日本吃那個米其林 就例如說我們是中午吃一餐 中午吃一餐 晚上吃一餐 然後可是連續吃個四天 你知道我們吃到第三天的時候 已經都不想去吃了 就想說我們吃個拉麵就好了 想回歸到原始最簡單的東西 我們有時候在吃最後一餐的時候 我們都互相在提醒說 我們不要對他太嚴格 因為可能是我們自己已經吃太多了 然後吃每天早上的第一餐的時候 我說我們要對他嚴格一點 因為那個是我們早上的第一餐 第一餐你會覺得特別好吃 對 那像那個陳彥你也是婚食者 那你吃了這麼多蔬食之後 有改變你的飲食習慣嗎 其實有耶 還是有齁 對 而且我現在約朋友去吃飯 我會選蔬食餐廳了 這以前我們不會有的經驗對不對 對 完全不會 我現在會了 因為我自己吃過這麼多家 我覺得他們值得 而且他好吃 又有創意 又是對廚藝的展現 就是有很多值得我們去欣賞跟嘗試的 對 那風哥呢 因為風哥這個蔬食料理的推廣 真的也是不遺餘力啊 是 因為我就很希望就是說 大家可以都來試試看 不要有刻板的印象在素食那個標籤裡面 那怎麼樣去撕掉那個素食的標籤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吃蔬食的需求 比如說為了健康 沒錯 為了身材 為了環保 為了各種理由 或者是剛好有朋友其中一個吃素 那大家就覺得很煩惱說 那到底要去吃什麼蔬食餐廳 所以呢 如果有了這本風蔬食 我覺得它是一個很好的 Bible 大家可以去參考看看 對很好的一個綠色飲食指南 也是很好的蔬食工具書 風蔬食二 那風蔬食一也帶上 你就會有打遍天下無敵走 到哪裡都有蔬食餐廳可以吃 那其實也是讓大家可以換換胃口啦 因為有的時候像我們以前吃很多那種加工食品有沒有 那是這幾年健康意識概念抬頭說要吃原食物 原型食物 但以前吃太多加工食品的時候 你的味覺都已經被制式化了 其實是蠻可惜的 因為那個加工食品裡面添加了非常多不應該添加的東西 那對身體其實也不是好 是負擔 那我們如果吃太多肉 其實真的就大環境來說也就是一個負擔 那我們以前不是都講說什麼 週一無肉日 其實它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你把你的那個蔬食帶上 一個禮拜從一天開始 那你就可以參考風蔬食二這本書喔 再次謝謝田地風風哥 再次謝謝陳彥 謝謝你們 掰掰 好 接下來是水尼小玉 秋名玉的POP搶先爆